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方面的小知识 首相当中是像素的非常严谨的客观的一门分支 在首相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隐藏在身体内部的信息 以及围绕人们周边的一些运势的情况 那么五指并拢并且有缝隙是漏才的表现吗 我们来看一下 确实是正如我们开始所说的 五指并拢之后有缝隙是漏才 五指并拢并不拢 特别手指根部有缝隙的人 表示此人积攒财富的速度是很慢的 而且会出现倒流的情况 财运的好坏多寡在现实社会当中 就直接代表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财运越好人生越成功 而漏才的现象十分严重的人 是五指合不拢 这辈子都和所谓的成功是无缘的 最多是远远的看着别人赚大钱 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容易丢东西 五指并拢之后有缝隙不只是漏才的表现 而且容易丢东西放在身上价值很高的东西 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就有可能是被小偷摸走了 更有可能是自己把东西给弄丢了 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容易有一些祸端 在健康方面的运势当中 是不只是漏才 而且容易在健康上有一些飞来的横祸 运气好的人如果是遇到了灾难 都在无形当中慢慢的消解掉 甚至根本不会出现横祸 而五指合不拢的人运势不佳 横祸就像长的眼睛一样 一个劲的往这些人身上去靠拢 带来一些大的麻烦 第四个特点就是记性不好 记忆力缺失 容易忘东忘西的 说过的事情做过的事 马上就忘记了 明明答应别人还会忘记 虽然不是故意的 但总是这么遗忘别人的嘱咐 会把自己的诚信 人缘变得很差 就显得在事业上很难遇到贵人 给人一种很糟糕的印象 这是五指并拢之后漏缝的 这种一个特点 好了 有关这个五指并拢漏缝的 一些手相小知识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 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